新闻财经生活样样精 请听刘兹林呛新闻 欢迎锁定黑板呛新闻 我是刘兹林 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呢在YouTube的世界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类型 但是最近大家也许会发现 随着这个汽车工业的典范转移 我们在讲的就是呢 其实过去一开始从传统马车到汽车的时候 其实经历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但目前为止呢 其实在电动车问世之后 也有很多人呢 非常关注电动车的发展 甚至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国家规范 所以大家呢 也开始来关注这个产业的动脉 那在YouTube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频道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的是我们环球系的YouTuber 美希太太 美希太太你好 哈喽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你是Hather OK Heather你好 那今天的美希太太的先生也有来 我们在线上跟大家问个好 大家好我是Cameron 我是太太的先生 好太太的先生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其实大家网友对于这个YouTuber 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认识 那当然在这个所谓的环球系 就是也许有很多人过去 他们可能在美国念书 或在美国生活过都会互相关注 所以美希太太其实在过去网路上 已经更有好一段时间 那我是不是先请教Hather 让大家来认识一下你们 其实美希太太一开始 成立的初衷是什么 那为什么后来又会转职成为YouTuber 我从2004年就到美国去念书 然后是USC UCI材料博士工程 材料工程 对 材料工程 结果你没有进那个科技业相关 对啊 就是后来又觉得说 做研究其实没有很适合自己 然后就觉得后来就后来就去当儿童钢琴老师 对所以就是 钢琴是你小时候就开始学习的一个才艺吗 对没错 所以应该是段数很高才可以就直接在美国教授 是吗 应该也是 我后来还是有去考YAMAHA那些就是 简定的 对没错 那其实我是自己是觉得说 我还是很感谢有这机会可以去美国念书 虽然我没有进去科技业 毕竟我也念到那么高 但是我觉得就是 能去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从小是想当老师 嗯有啦你有当钢琴老师 嗯OK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这样 那比较神奇的应该是说 疫情的那个段时间 没有办法去出门去工作 没有办法去上钢琴课 那后来所以我们才就 在家里自己拍起YouTube来这样 一开始是拍什么内容 什么都内容都拍 都拍啊 疫情也可以拍啊 对啊 所以一开始是你自己拍 还是先生拍你 应该说我以前就自己写部落格 就是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我就一直开始写部落格 那呃就在疫情之后 我们这两个就开始 因为两个都在家里没事做 哈哈哈 那就开始拍YouTube这样 先生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一开始是导演呢 还是协助拍摄而已 还是后来你也是有一些主导性 然后顺人加入 我应该比他更想要拍YouTube 为什么 嗯 就是就对相机也不陌生 我之前工作是广告拍摄相关的 嗯 那就自己有一种内心的表演欲 可是 一直被压抑 就是都是太太在出头 也不会啦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女生 他一直都都还蛮活跃的 女生还是比较讨喜 对 那我知道自己就是扛一些机器 可能比较适合 哈哈哈哈 做一些出众的工作 对对对 那反正什么都拍 对 可是不不容易 那时候也完全就是像写日记一样 你想要记录什么 想要分享什么你就做 你完全没有考虑到说 哦会有人看 事实上也真的是不会有人看 哎没有啊 可是后来一定是发现有人看 才会这样做下去啊 不是吗 对对 完全就是个意外 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看 你们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拍过很多东西 我们就拍疫情 然后拍3C 因为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资讯科学 对 科技类 科技类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相机 就是哎 假如说想分享我们 平常会讨论的东西这样 但是疫情之中间 哎我们就刚好买了一台车 然后发现我们也 我们就也当初也就开始拍 就拍交车嘛 拍我们那台车的资讯这样 突然好像YouTube就突然 跳起来 对 有流量密码 对 可以请问一下你们买的是什么车吗 Tesla的Model Y Model Y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普遍大家想要购买的车款啦 对 因为Model X可能就是 座位啊 还有容量啊 就是比较适合个人 对 而且当年就是也是很特别 他就是刚那时候Tesla他们工厂有一段时间关闭 然后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就是无人交车 就是你等于是去 去那边没有人跟你接触 然后你就可以把车子带走 我觉得那时候在疫情来讲 是对大家是几个很神奇 就是很特别的经验 所以也是好像很多人会觉得 哎这这很有趣 就你们抓住流量密码 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当初完全没有这样想 对没错完全没有 其实本来在科技类股 或者是电动车领域 这个美股 Tesla本来就是有话题嘛 因为它涨跌的幅度比较大 对 然后跟一些交车 还有量产的数字 也许有一些财报出炉的时候 大家都会比较关注 那我不知道先生 当初本来就想要买这台车吗 还是因为男生有时候对汽车有一些偏执 我不知道你自己本身的喜好是什么 因为你叫Camera 所以我也觉得很好玩是说 哎为什么你后来是买自己 觉得是电动车款的车 其实我自己对于车子 因为我之前还在台湾的杂志社打过工 所以我对于车子有自己的喜欢 但是还是要太太觉得好玩 或者是她想要买 例如说我自己想要决定的话 我就可能买手牌车 但是太太 那我这个年纪了 她刚刚透露年纪 可是太太就是说 她对于这个东西很新奇 就是很好玩 所以最后我们在考虑各家的电动车的时候 是以太太的眼睛 喜好 所以就决定电动那个特斯拉 其实在美西特斯拉算是最普遍的电动车款 虽然非常竞争 因为我本身也有在美西就是出差过一段时间 然后我在观察路上的这个车款 的确特斯拉是伟大众 因为毕竟发源地嘛 对没错 当然其实我后来发现越南的这些车子 还有包含了一些中国车子也进来 甚至韩国车 然后甚至我还有知道一款是Lucid 就是一个高款 就是特斯拉以前的主管去开的 它真的是类型非常多种 然后这个马路上也跑的很多 但是我们选择一个最大众的 那也许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好入手 还是当初可能看准它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可能对3C比较有兴趣 所以又觉得 我看到它可以用APP 可以用那个中控台 就像一台iPad一样 我就觉得就是 是一台比较有趣的就是车子这样 不只是一台车子 可能更像一项3C产品 它有软体更新啊 对啊 是 所以每过一阵子就可以拍影片再来等一讲 对 看准了这个内容 所以其实很多我们过去在科技分析的时候都说 特斯拉就是一台大型的iPhone 不管是它的这个制程或是组装 甚至到使用 都是一个比较新兴时代的科技产品 所以稍后我们就来聊一聊 其实呢 在做这个电动车类型的YouTuber内容之后呢 有哪一些的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听刘兹林呛新闻 回到日本呛新闻 我是刘兹林 我们今天在线上呢 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环球系的YouTuber美希太太 在经营频道的时候 有哪一些内容跟大家来分享 那今天呢 请到的是Hether跟 Cameron 那其实呢 刚刚Hether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小知识 还有包含了她过去在经营频道 或是从部落格开始的点点滴滴 我要请教Hether 其实很多的车款都有在推电动车嘛 那过去呢 因为你们自己对科技也比较有兴趣 所以一开始在切入点的时候 我们是用购买的交车方式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好奇 没有人怎么交车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回顾一下 小小的讲一下说 当时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没有办法接触 那尤其Tesla 其实他们本身店点 他们也不是做一个销售门市的部分 他们本来就是说 你就可以自己在这边拿车 是采取一个自助的方式 我们当初拍摄影片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境 其实它有很多种 基本上有一些就是 员工就直接送到你家门口 然后就他就他就走了 他就把车子放在你家 然后他你就可以 自己去检查车子 然后如果有任何事情 再跟他回报之类 这是当初他们说的那种 无人交车 对 但是我们自己那一天 其实去交车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有去车厂 因为他其实 呃在各地交车 呃交车情况 还是不太一样 太想看到人了 对对对 所以你们不是找了一个借口 然后想要去一个定点就是了 对对对对 否则他就是 你也可以到他们的parking lodge 对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你车在什么地方 几号 你自己去领巴开走 用app去开车 是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交车的时候 是是是有去车厂 但是那时候其实只是把 他文件放在那里 然后我们签一签 然后他就拿走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 兔把车子开兔了 对 那这中间过程因为没有人 所以你们要怎么呈现 就是让大家觉得很有趣 还是因为我不知道 就是你们两个就去啊 那其实就是把车子开走而已 不是吗 那次要感谢那位流浪汉先生 哦怎么说来来Karen你说 我们就是走到那个服务中心的路上 找不到大门进去 结果旧金山街头就有一些流浪汉 对啦 然后他就拿着棍子开始敲开始敲开始大喊 是因为他看到你们要进去吗 他沿路他看到人就会 那我们又不知道门口在哪里 然后大门口又锁着 然后就很紧张 就就把他拍起来 想说会不会是要攻击 还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想说如果真的被打那也不错就是 有吗 太可怕了吧 现在走YouTuber又走这种类型 没有啦 后来才学到有这种流量 后来才学 对是是是 对当时没有 当时只是纯粹害怕 就想要把他拍起来 所以后来那个流浪汉做了什么事情呢 也没有他就其实 大喉 对 我们两个在找路的时候 他就是在玻璃上一直敲敲敲 然后略过我们 然后继续敲下去 他可能就是精神状况不好 然后他就这样 就是当时好像也呈现了 其实旧金山疫情期间 所以也开出另外一种社会现象 对 没错 可能有一半原因是因为流浪汉 对 我要回去找他也找不到 哈哈哈哈 谢谢你 你的影片的点阅率率高是一个大家觉得 一个是特斯拉 那一个就是旧金山市的流浪汉 是 对 还是要谢谢他 如果你看到这个节目的话 可以给我们联络 还可能听不懂 对因为现在就是旧金山市容的状况 是蛮严重的对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更更严重的状况 可以多办几次APEC啊 那就会很干净 你觉得大家可以找当 对对对对 市容要开始整理 所以其实在当初拍摄影片之后 那我相信交车 然后也慢慢的跟大家分享新的 那我不知道平常谁开车 谁开车还是 Cameron 平常都是他开车 嗯 他用嘴巴开 对 理解这个backseat driver 对 要指挥路线嘛 要告诉先生怎么走 那没关系 Cameron 我们以前开 手排车嘛 对 那后来应该也有开很多汽油车 或 maybe你也有开过柴油车 我不知道 所以其实在 接受了电动车之后 你自己应该会有一些 转换上的心得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 我觉得我 转换上心得 还不如太太的多 太太就觉得说 怎么那么安静啊 然后怎么那么舒服 我自己是喜欢动手动脚的 所以对我来说是 的确是省略很多事情 可是现在里面没有零件耶 你怎么办 那个Trump只能放行李箱而已 对 对 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 我会有点怀念 所以我不断的试到 不同的电动车的时候 就会很兴奋 就是因为每一次看到车子 车厂他们的想法都不一样 对 那我就会去想说 哎 为什么你要这样设计 可是对太太来来说 他只坐得舒服 不要晕 最重要 对啊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Heather 那我觉得最 我觉得对我来讲 最有趣的是 应该说 我原本完全不是一个 car person 我对车子完全没有研究 你以前有开车吗 有开车 但是就是开一台 小 就是一台休旅车 然后上 钢琴课上下车而已 只是为了 就是 交通方便而已 对 那后来 就是因为 开了这台 Tesla之后 我发现 哎 车子很有趣 就是它不只是一台车子 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你觉得哪里有趣 我要一句观点来请教你 对 它可以车速啊 它可以在车上开冷气 很舒服 就不用再 就是 哪一台车不能开冷气 但是它就是可以 你随时想在车子上睡觉 它可以冷气 空调一直开着 那你不会排 不会有 那个 开排的问题 对 然后 当然它就是有一个 Dog Mode 就是让大家可以 睡在车子上面 哈哈哈哈 宠物睡在车子上面 人车在车子上面 你不用自己带投影机 或大荧幕 就可以在车上看 对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比如说 太太要出去买东西 好 那先生可能 带他去一个 这个Shopping Mode 好 可能就是路边停车啦 就可以直接 看上面看影片 对 对 嗯 对 就是 它 对我来讲 或 就是 呃 改变了我对车子的想法 嗯 对 那后来我当然 看过更多电动车之后 发现其实 电动车都有朝这方向去 去坐 因为而且其实现在的电动车也是 会做的更科技感一点 然后会 更多的就是 呃 娱乐设施在上面 就不像以前的传统车子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 朝这方向走 嗯 所以一开始 从交车到上手 你们花了多少时间 哦 很短吗 很短吧 很容易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 使用手机非常的习惯 对 所以大家可能在接受度上 就比较高 是 对 对 我觉得 真的开起来的时候 第一个要适应的就是 它的踏板 因为它预设就是 你只需要用 加速踏板控制 加减速 你放开它就 它就会顿低 就是会 对 它就要停住了 它是当下就在这个 原地不动 对 不是 不是像以前刹车的这种感觉 对 它不会在滑嘛 嗯 那 可是那个也是一天内 你就已经习惯了 嗯 这是最大的差别 其实它就还好 嗯 对 对于我本来是开油车人转换的时候 我刚开始其实真的非常不习惯 但是后来我就是 呃 大家都说这个方式很好 那我就多去习惯 呃 花一点时间去习惯 我发现其实它反而很好 因为它就是很简单 你只要踩踏板 然后放踏板 其实简化了你开车的过程 嗯 所以其实是呃可以让你的脚比较 呃不用花那么多力气的嘛 对 对 所以对呃喜欢简单一点开车的人 呃减少疲劳 其实它是有帮助的 对 因为以前在等红绿顿 其实台湾 那个秒数都是90秒以上起跳 或一百多 所以你那个刹车要踩的 就是一直踩住 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而且长期下来 我觉得对于某一些特定的族群 是不太平均的 因为右脚会用力 它这个肢体就会特别发达 对 所以这是一个真的真的 长短脚 对 我听说它的小腿机会特别明显 对对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就觉得 欸其实可以忽然不用踩 是蛮不错的一件事 所以我鼓励手排车 因为左脚还可以踩 哈哈哈哈 那就是整个身体平衡应用啦 对 所以就不太一样 嗯 但我觉得先生可以讲一下 就是呃 操控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电动车操控的部分 也越来越多选择嘛 哦 电动车本身 因为它电池都在底下 所以它的重心比较稳 是 所以你开起来 而且它的那个扭力是瞬间的 对 所以风大的时候 其实反而没有太过担心 对 但我觉得它 我自己想要破除一个迷思案 因为其实它车壳很轻 对 所以到底风很大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感受 但是它车重 整体来说是重的 那其实开起来很稳 而且现在几乎很多车子都是配四轮传动 所以当然呃 后驱不会有危险 可是呃两轮应该说两轮驱动车子不会有危险 但是四轮驱动加上重心低的时候 Model 1它就是非常方便 对啊 开起来就是像轨道车 我经常形容特斯拉是个轨道车 嗯 没有太多转弯的乐趣 但是很稳 而且性能很好 有用过自动驾驶模式吗 因为其实我知道在台湾可以用 但是因为台湾可以用路程比较短 因为美国的毕竟幅员比较大嘛 那路也比较长比较宽 那有时候在比如说高速公路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就是定点 好比如说我要去学校上课 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诶很多人在高速公路上 即时就是诶 虽然是有点繁忙 但是他们用这种所谓自动驾驶 其实也是相对蛮安全的 我们那时候就有加入 就是在美国 他们有FSD beta的program 所以我们有加入那个program里面 然后就使用在路 呃local的路上就可以 只有自动驾驶 所以其实他老实说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完美 但是像我们家 从我们家到超市去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嗯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 他这个handle 他有一个感应嘛 你虽然用自动驾驶的这个mode 好可是你如果真的想要操控 手再放回这个安全的 这个方向盘上面 对他就会有一个一个 就是让你再选择说 可以要转换车道啊 或是什么其他的部分 长途开车真的蛮省力的 嗯对可是就是因为现在法规 他就是不能够让驾驶者完全放手 所以你还是真的要小心 不然会有很多意外 对对所以其实呢 在电动车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稍后呢我们要继续来聊聊 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入手电动车 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稍后来 请听刘兹林呛新闻 欢迎回到Heeband呛新闻 我是刘兹林 我们今天呢 请到YouTuber美希太太 以及她的先生 Hather跟 Cameron 来跟大家聊一聊呢 关于他们自己在经营YouTube 还有电动车一些相关的讯息 那刚刚今天讲到电动车 其实非常大的一个 重点就是它的电 电力的来源 充电桩怎么设置 那过去其实在台湾 因为呢很多大楼比较老旧 可能三四十年以上 那如果你一开始要改变法规 是非常困难的 那到底能不能在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放充电桩呢 其实一开始很多的年长者住户 是相当不同意的 所以其实一开始在电动车 要来台湾 然后要普及 其实相对来说 就花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那目前为止 新建案我们都发现说 充电桩已经是一个必备的条件 那也有人开始比较说 哇现在到底是 油电车 这种混合车 还是这种油车 跟这种所谓的纯电车 成本上跟时间上比较 看起来 似乎电车真的略胜一筹 那我不知道两位自己在 使用上面的费用 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费用的部分 我觉得一刚开始 真的油价超高的 对 有一阵子在疫情的时候 油价超高 对那其实在美西 对 然后所以那个油价 和电价的差别 真的可以差价很大 尤其如果可以在家里充电的话 真的是省非常多钱 但是后来油价掉了嘛 然后就是 其实电价也有涨 反而是有涨价的 所以差距是变少了 但我觉得就是 大家最大的可能痛点是说 如果是长途旅行 或者是说在外面充电 会不会不方便 那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反而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因为第三方的充电其实发展的非常好 就是跟美国比起来 因为美国而且它的第三方充电是Electric Fire America 它其实不是非常好用 而且妥善率没那么高 在台湾的话 很多的第三方充电已经到可以 就是你车子充电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可以跟车子沟通 然后而且就是到处都有 那你其实选择很多 然后充电都蛮方便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保养真的少很多 对因为过去你喜欢玩车嘛 摸摸去其实常常要回去做Maintenance 那现在其实在开这种所谓的纯电车 好像相对来说就少很多这样的时间 几乎见不到原厂的人 除非有东西坏掉啦 那你就是去换一下 那可能我们现在换过就是雨刷片 然后他们帮我们补一下雨刷水 刹车因为你用单踏板模式 所以刹车皮几乎抹不到 除此之外 只要车子不坏 几乎没有保养 空气滤网可能换一下就这样 因为可能空气的问题 好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电池的耗损率 因为我们其实在使用iPhone的时候都会知道说 使用两年之后这个电池呢 相对来说就可能是80或85% 叫充不保 那我不知道一般来说在充电的保养 或者是说一般可能我们要使用上 也有一些人说 每次只要没有到100%他就插着 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式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在使用上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得 我个人是觉得怎么插电都没有关系的 就像手机一样 对其实就把他当手机就对了 回家就冲 那我知道很多车友就是说他们会希望保持90%或是80% 我觉得就是看个人需要的里程啦 但是因为我发现各个车厂他们的那个保固 电池保固都有一个年限 所以你在那个年限你怎么用 甚至他电池衰退的健康度 他都有一个保证期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像电池保固可能8到10年 然后十几万公里 其实都是很多人就是在这时间不太会 其实你开不了那么长的这个里程数 没错 但会不会有里程焦虑的问题 你们两位 里程焦虑哦 我们都开完电动车完美了 对对对 可是你们当初是已经做过功课 知道这个中间是有充电的地方吗 还是当初想都没想就直接开上路 觉得啊没关系 7.4号就一路一路开 没有那么浪漫 还是要还是要想一下 但是其实我们有在 其实也是看网路上大家在分享 其实就是有人还美过 所以一定是没问题 只是可能是要用时间去换 就是充电的时间 然后而且最大的困难 我觉得其实反而是说 不熟悉当每个地方的情况 那反而会有点担心 那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晚上开车 白天开车就好 对啊所以其实还好 我觉得大家在谈里程 里程焦虑的时候会想说 我一次要拼多远 可是你实际上你在长途旅行的时候 你还要考虑到的是你的节奏 对 那你不是要赶路 你不是FedEx或EPS 对对我没有说今天一定要送达 对对对对 那你我们就是配合说 一天开车八个小时 就像上班一样 然后日落就休息 对但是没有说一定要开到哪 八个小时如果我们抓一个 不错的这个时间点 有一个地方休息 那你可能就在这边停留了 对啊你可能配合厕所跟吃饭 去充电就好了 不过老实说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就是前一天都定下一天的饭店 第一次第一次旅行的时候吗 对就是我们没有想好说要停在哪里 就是前一天才定下一天的饭店 大概是这个旅 就是行程的规划是这样 这部分还蛮浪漫的 所以就是在路上开的时候就是 哎我们可能几个小时之后会到 那今天可能预计抵达时间点大概在哪里 我们就找那个附近的饭店 对前一天啦前一天 还是前一天啦对不是当天 那也还不错 对可是美国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公路 整个完美的环境 你们是觉得哎电动车是非常适合的吗 非常因为它所有充电桩都盖在 就是公路旁边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没有所谓 我们刚刚讲里程焦虑的问题 在美国应该相对没有 太太回来台湾才会说 怎么可能有人会担心开不到什么地方呢 因为台湾一圈就 其实台湾非常的密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所谓心理 因为因为过去 好我们就讲台湾的缺水缺电缺蛋 好有没有最近今天要涨价 然后过去还有卫生纸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因为坐在美国可能觉得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 疫情的时候美国也有缺过卫生纸 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心理焦虑的问题 所以就会使得说 好像随时都会有一种物资缺乏的感觉 但事实上可能这是大家 我觉得是心理因素 可能就还不习惯这件事情 对没错 那反而其实台湾是发展电动车 很友善的地方 因为不大嘛 然后充电桩又可以一直一直盖 所以说其实很容易 在台湾发展电动车 反而是很容易的 太太已经环岛好几圈了 所以你们现在目前在台湾 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吗 有 我们环岛可能有两次吧 然后我就觉得花莲好美 宜兰好美 台东好美 虽然我们都是就是经过而已 但是我们就是环岛一周的时候 其实都很简单 因为里程数很少啊 对啊 然后很多饭店 其实都有 他们饭店里面自己都有充电桩 慢充的充电桩 所以都很方便 嗯 讲到慢充跟快充 因为其实在肯丁的这个 711旁边有一个快充 大概15分钟就是可以充 大概到80% 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经过 但是这是一个蛮知名的点 那刚刚讲到慢充跟快充 你们自己在本身使用上 是不是也有一些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像家里当然是装慢充的充电桩嘛 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level 1 就是你其实三孔插头插上去其实也是可以充充电 可以充电动车的 那当然快充就是外面 呃很多地方除了Tesla超充 然后还有第三方充电 呃你在环 你就是等于是说呃你在环岛或是旅行的途中 你才需要用到嘛 那平常的时候像我们一个礼拜 我们在呃台北市走来走去的时候 你可能只一个礼拜只需要充到一次电 那呃如果你周末要出去玩的时候 你可能台北到台中 那你在台中充一次电 然后台中呃如果你要从台北到高雄 那你在台中充一次快充 然后在因为你中间总是要尿尿休息嘛 嗯对然后再去高雄其实都还蛮方便的 嗯这是太太自己的本身经验 嗯在台湾因为充电规格比较完整 嗯就是因为有type 1 呃有CS1 type 2 这各种的充电规格 那我很多人觉得不喜欢 他们喜欢单纯一点 可是我们自己这样看是觉得 你不管什么样的充电的标准都可以充电 你只要知道呃你的车子适合哪一种 或者是你买好你的转接头 所以在不管是饭店或是快充站都可以充电 这是我觉得台湾的优点 好其实台湾呢本身对电动车是相对友善的 那只是呢现在大家在选择上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稍后来 请听刘芝林呛新闻 回到Heath & Cameron新闻我是刘芝林 我们今天在线上跟大家来聊一聊电动车 请到的是环球系YouTuber美希太太以及她的先生 Heath & Cameron 好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其实刚刚讲了好多的内容 那在入手电动车呢 我相信除了Tesla比较受到关注之外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厂牌 那在拍影片的时候 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小提醒要跟大家来讲 我不知道Heath & Cameron有没有跟大家讲一下说 其实以你们自己对科技的了解 入手电动车其实对一般民众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那一开始你要买的话 要注意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现在真的电动车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厂牌 是蛮好的 然后最重要我觉得可能充电的部分还是最大的门槛 因为你可能还是要了解一下自己 平常用车的环境啊 然后平常使用的习惯 然后充电的环境 你可能在家里可以充 或者是家里附近哪里有快充站啊 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你可能对于你使用电动车比较不会有焦虑 因为充电的标准不一样 因为计算续航里程的标准不一样 大家可能一开始会乌煞煞 但是我觉得稍微花一点时间 问一下朋友或是问一下美西太太 大概可以知道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困难 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那你可能会发现说 我的平常用车不需要那么多的续航里程 那你也不用太焦虑这样子 所以你们现在经营的模式是 有在网路上回答网友各种的问题吗 当然 我们还有一个社群 有一个社团 有一个Facebook的社团 然后有一个LINE社群 其实就是 LINE社群 那他会随时都有讯息跑进来 其实就是车友嘛 我们就是当 就是真的都是车友 或者是对电动车有兴趣的人 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 就是聊电动车这样 其实IG跟Facebook 他也都会回答 对 真的吗 所以很多时间都会 就是花在上面回复大家各式各样的提问 是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问让你印象深刻 比如说很夸张的啦 或者说他很专业 你觉得他们问得很厉害这样 我觉得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说 你觉得这台电动车可不可以买 这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他完全不受功课就直接问你了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觉得 这台车可能很多人都很有兴趣 但是他们从油车换电车 所以就很有焦虑 或者是说有些厂盘真的非常新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信任感 那我是觉得说 当然多看一点是好的 那我也觉得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适合每一个人 所以说就是要做功课 我觉得多数人会还想要再挖八卦 就是你可能YouTube上没有讲的啊 然后你私底下问你 你会讲啊 我理解 就是觉得说因为在媒体上面可能就是不会特别 就有点隐恶扬善啦 对 他可能有一些小缺点 我们不会特别的说出来 对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讲的 就是会讲的是真的很喜欢的 那不喜欢就不讲 对 那有些人可能不懂这个拍摄的 所以他就说 你什么什么东西没有讲 那因为就对啊 我们就讲我们喜欢的啊 而且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去参加车展 或者是去就是分享车主的心得 其实就是他们的心得并不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拥有那台车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全面的告诉说 我们当然可以讲我们观察到的 但没有办法很全面的说 我以一个车主来说 我对这台车的想法这样 我很好奇 因为做一个流量这么大的YouTuber 那大家会不会就是车厂对你们有一些压力 偶尔会不会 压力 现在还没遇到 那也还蛮自由的耶 其实 希望可以遇到 任何 才有流量嘛 对就是可能资讯分享 那目前都是还处于一个就是很自由开放的状态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自己是保持对大家都很有善的心态 因为不管是对车主对车厂 我们就是知道某些车子可能有特别的特性 或者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样的车子 我们都很明显去表察我们自己为什么喜欢而已 而没有说你一定要选那台电动车之类的 对 所以我们算自己感觉是比较友善一点的 良心事业啦精灵就是都是用自己的经验来分享 对 好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呢 我相信大家对于电动车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那也发现了 其实美希太太你们也会在电子的展览当中出现 那因为刚刚其实一开始就有跟大家说 过去是跟高科技有关嘛 所以其实也很喜欢一些资讯产品等等的 那尤其是在2024年在Vegas的CES 因为每年都有举办但我也发现说 其实从疫情之后它有一点点视为或是转型的现象 因为以前CES是我们每年科技媒体都要去的 那带我们去的是谁呢 就是台湾厂商 因为它可能有新品发表会 好像我们会去报道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要去朝圣一次呢 也是要做一个系列报道 那最近我觉得发现就是各个厂牌 好像开始就是会做自己定点式 不管是网路上面的一些发表会 或者是说自己举办的发表会 它可能不会在一定参加CES这个大展当中来宣布 那你们今年参加之后 有没有发现说科技也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那里面今年的主轴又是什么 对我们也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以前CES电子产品比较多 但是今年有一个Westhole 就是完全完全都是在跟车子 应该说车子相关 但是因为电动车是比较新的趋势 所以其实电动车的软体硬体的厂商都很多 所以讲那一区就是车用电子 对 移动工具们 对对对对 没错 飞机 还有电飞机 电动飞机也有 对电动直升机 然后我觉得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像以前Mercedes啊 就那种B&W那种传统车厂 比较不会去CES 他们今年也有还甚至有试驾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把电动车 变成一个电子产品的概念去 去更让大家去接受这样 去宣传 对 然后也很多的新其他厂牌 车子的厂牌 他们就在那边发表 他们的新的概念车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新车 然后很兴奋 可是发现摊位是 例如说自驾软体 例如说是做那个硬体的 是 车子本身是个配角 他们是去宣传他们的技术的 所以这样其实有点难以呈现 所以你们在画面上 你们会怎么样带大家来看展 其实我们 对确实很难 尤其就是会场真的超大 然后很多资讯 对我们来讲拍影片 我们其实没有到很想要去拍影片 我们更去的想法是说 可以吸收更多电动车资讯 对啊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这部分 就是有点像是创作者的挑战 你可能开始拍shorts reels 对你们现在的这个shorts是会多久 我很好奇 因为YouTuber以前 你们影片以前是多少 20分钟30分钟 20分钟 15分钟 那现在要拍多短的影片 现在还如果是每个礼拜出的 还是一样是15 20分钟这种 但是我们开始要练习拍 那种素食时代 他们能够接受的内容 对年轻人 对你可能不能讲太多 跟他闲聊 都不能问题 不跟你心灵交流了 然后所有资讯要一次打完 然后画面就直接上去这样 对其实就是挑战嘛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抓到 其实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说 其实要拍shorts最好的这个范本 就是去看电影预告 对因为你看电影这个要两三个小时 他30秒就讲完了 对然后你还会想去看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算前导的作用 就是看了这个shorts或是reel 然后你去看这个15分钟20分钟 正规的影片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倒流的这个想法 这个概念蛮好的 对然后也是一个很精彩的呈现 所以其实在很多种的这种资讯交流上 我相信美希太太跟先生都做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那今天也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呢 跟大家讲一下说 美国跟台湾 那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在台湾比较常常见到你们 呃是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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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下经营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先生跟太太嗯 就是我们一刚开始就是呃像我们是前年 就是疫情开放之后就比较常回台湾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呃电动车在这里 其实是蓬勃发展的 那我们也很想交流 然后因为我们也觉得很有趣 我们虽然在美国做影片 但是我们可能有50%的观众在台湾 呃然后就是30%在美美国跟加拿大 嗯然后甚至是其他 但是其实呃这个车子的产业 其实是全世界只要是华语的呃观众都看得到 对啊可能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也会有 有有有有有尤其对没错 然后那边也很多新的电动车 是我们其实美国跟台湾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好奇 像我们去呃新加坡 我们也有去看那边的那边新的电动车 所以我就觉得呃就是当然就是呃台湾是一个 等于算是比较大众的地方 所以我们想说呃可以多留在台湾 然后呃当然还是要到处去当环球系YouTuber 去翻就是分享分享更多的内容给大家这样 呃我觉得未来一年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还是到处飞 但是会有很高的频率在台湾某个停车场 或者是充电桩就发现呃你们怎么在这里 你们刚刚不是在美国吗 或者你们刚刚不是在欧洲吗 对就是我很期待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欢迎打招呼 对对对对 接下来应该会有很多的惊喜 那就敬请期待咯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美希太太以及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的Kither跟Cameron来到现场 更多讯息情绪锁定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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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